HELLO 各位好朋友 因為要打牆壁又不曉得牆壁裡面是不是有管線 所以今天買了博士 牆壁內管件偵測的儀器 Bosch的產品還不錯 我們今天買的是D-TECT120 裡面就長這樣子 說明書 還有我們最主要這一隻 如果有這隻的話以後在打牆壁的時候就不會去打到水管電管 或是打到鋼筋 是還不錯的東西 這一款的話它是吃電池 4顆 4顆 然後操作也很簡單 開關 它有強度的分別 偵測木材部分的比較弱 這是中等的 然後這個是偵測裡面鋼筋的 偵測的距離 會比較遠 最高就是往牆壁內偵測12公分 我們來檢測電管 我們來檢測電管 電管走向是這樣子 中間點 就是電管的位置 好現在我們來檢測能水管 熱水管 能水管是塑膠管 熱水管是鐵管 有了 熱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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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好朋友 今天來到朋友家施工 朋友家的 長輩在 行動上有一些不方便 起來的時候會 按住這個地方 導致於 這邊都已經 裂掉了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會在 加裝這一支 橫改 讓長輩要起來的時候可以 抓住他 而不是抓住這個 OK 那我們現在來施工囉 第一個 我們的好工具 因為我們的 浴室 管路 很多 雖然說我知道 熱水跟冷水都是由下往上 但是 有些人 他們所配的管子又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必須用這種 來找找看他的管子 是在哪一邊 那我的 扶手 我預計是要裝在這邊 這一支 非常好用 我們先來試試看 好 好 綠色 表示沒有東西 OK 好 這個區域 沒有東西 好 我們來看這個區域 OK 我們就可以安心的去磚洞 好 好 這種磚頭 專門在磚磁磚 不會讓磁磚裂掉 好 OK 再來用我們的磚尾來磚 這樣子我們的磚比較不容易會裂掉 水螺絲直接弓進去的話強度很強 這是我們水泥螺絲的磚尾 這就是水螺絲的磚尾 水螺絲的量 水螺絲 放入烤箱 可以放入烤箱 放入烤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